小杰安心食堂 线上直播 分享料理 还有抽奖活动 欢迎朋友们 这回来到老爷 今天的直播 是与圣塔利塔橄榄油合作的 所以只要朋友们 完成三个指令 第一 到圣塔利塔的粉丝页按赞 第二 分享本篇直播 并设定公开 第三 在留言处 take两个朋友 并且留言 快来抽奖哦 完成指令 就可以参加由圣塔利塔橄榄油 举办的抽奖活动哦 奖品是什么呢 奖品啊 就是小杰手上这一瓶 不要看它小鬼小哦 这一瓶呢 是新鲜冷压初榨橄榄油 这个啊有黄金液体的美称哦 不要看它小鬼小哦 它呢对我们人体啊 可是非常非常的有帮助的 哦 这个一共有两名 欢迎朋友们踊跃参加 一瓶两名哦 那你们觉得很妙 它为什么会出这么小一个包装哦 这个是500ml 这个是175ml 因为我们这个啊 是新鲜冷压初榨的橄榄油 所以呢 它不过滤哦 什么是不过滤 就是呢 它从采收 清洗 呃 就是干燥 然后到压榨 然后冷压 它就是不过滤 然后包装 在24小时之内完成 所以呢 它非常非常的新鲜 那不过滤的原因是因为啊 如果你过滤过橄榄油的话呢 它的抗氧化物啊 它就会流失掉 30%哦 所以我们这个呢 抗氧化物的含量 非常非常的高 哦 所以呢 它有出小包装 跟500ml的 那这个就是因为 就是 对 是 欢迎大家踊跃来抽奖 哦 好久不见哦 嗯 那我先把那个 瓶子打开来给朋友们看哦 它这个呢 是特辑的哦 要认名哪里 就是它的纯度非常高 就是这个 Virgin 哦 有没有 近一点给朋友们看 这个 就是出榨的 出榨呢 它是低温 出榨 跟高温 榨取 不太一样哦 低温的 出 就是榨取的时候呢 它出油量会比较少 所以它会比较珍贵 那你低温榨取的时候呢 它 也比较容易保留 它的那个抗氧化物哦 所以呢 这个是 黄金液体的 美称哦 我们先把它打开来 它这个哦 跟我们一般橄榄油 不太一样 对不对 一般橄榄油呢 我们就是大概就是 哦 就是 玻璃瓶装的嘛哦 这个呢 它是铁罐包装的哦 它有效的啊 隔绝那个光线 对我们油品的伤害哦 然后呢 这个啊 开的时候呢 我其实啊 上次第四次开 有点 有点笨哦 所以开的不是好 这次呢 我比较聪明的 我上网先去看一下 就是怎么开哦 它这个呢 上面有一个 就是 这个环 哦 看近一点哦 把它 就是 它本来是粘住 你把它拉开来 那拉开来之后呢 你先不要转它 你也可以转动它哦 但是我们要转它 我们先把它下面那个头 哦 就是出油口 哦 有没有 拉上来之后 它会有一个 有一个 就是 出油 就是 方便出油的地方 然后你就把它转开来 它这个孔呢 就会比较 比较出来 你在倒的时候呢 就不会 在这个 就是 比较容易倒哦 那拉开来之后呢 我们在倒的时候啊 通常我们会像这样倒 对不对 那之前我们有那个 就是上过牛奶的课 牛奶呢 也不是这样倒的哦 牛奶呢 它也是这样 要这样反过来哦 就是这样倒 我把它倒出来 给朋友们看它的颜色哦 哦 这样倒的时候呢 你就不容易 就是倒到外面来 哦 它的颜色啊 偏绿色哦 因为呢 它是用绿橄榄 下去压榨的 那绿橄榄呢 又比黑橄榄的抗氧化物 还要高 所以呢 哦 有没有看到 哦 它有点绿色对不对 哎 好像有点 然后呢 它不是很清澈的颜色 对不对 哦 朋友们如果有注意看的话 它不是很清澈的颜色哦 它有一点点就是 好像 就是 呃 有机 就是 有机的感觉哦 就感觉非常的 那叫什么 就是因为它不过滤的关系 所以它的抗氧化物非常的高 那这个呢 我们拿来一般凉拌菜 在吃的时候啊 它会有一个淡淡的 那个胡椒粉的味道哦 一个辛辣的味道 那个也是那个抗氧化物 含量高的那个表现 那现在就是 比如说你倒出来之后呢 你可以把它盖起来 好 放到冰箱里面的时候 你可以把这个口呢 按下去 哦 收起来 那通常我们在保存这个 橄榄油的时候啊 是建议我们不要放到冰箱里面去啊 因为冰箱里面的时候呢 它那个温度如果低的时候 它里面的那个维生物 维生素 不是维生物 哈哈哈哈 维生素 它会凝固哦 那就会 就是会流失哦 所以就是你每次 从冰箱拿出来的时候 那个温度不一的时候 也会影响油品哦 所以我们通常在放的时候呢 可以放到室温 除非啦 像我们高雄哦 真的太热 热到就是 温度超过25度 30度的时候呢 30几度的时候 我觉得还是放到冰箱会比较好哦 对不对哦 那再放的时候就是 不要放到我们炉子的旁边哦 好 好 我的小鸟在教了 那我们就是 这个礼拜呢 有团购哦 就是有兴趣的朋友呢 我们还有搭配巴萨米克醋 有做团购的活动哦 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上网去 连结去看看 那我们今天呢 要介绍的料理啊 终于 要煮饭了哦 哈哈哈哈哈哈 让我工商服务一下哦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料理呢 就是 蒜香蛤蜊 意大利面 那蒜香蛤蜊 意大利面呢 最主要的就是 蒜末 然后呢 蛤蜊 哦 然后我们九层打适量 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我们先来煮我们的面 因为面呢 它需要的时间啊 比较久哦 蛤蜊很快 蛤蜊炒一炒呢 就炒完了 哦 那面呢 我们今天要煮的是 意大利面哦 既然呢 是 意大利来的橄榄油 所以呢 我们就来先做一个 意大利面哦 那意大利面呢 它这个一包嘛 里面有五百公克哦 那我们水量 通常朋友们会好奇啊 哦 我在煮的时候 是要咸啊 水啊 是要怎么放呢 我们这个呢 看你们家里面的人 吃的多寡哦 它一百公克的面 一千细细的水 那盐的部分呢 我们加七公克 那七公克呢 大约就是我们 一小匙的量 哦 就是七公克的量 所以呢 小杰啊 就是今天 只有我跟陈先生在家 所以小杰爵是 预备要煮 200公克哦 就是两个人的分量哦 所以呢 就是准备一锅水哦 小杰这边已经先煮好了哦 先煮给它滚了 然后稍微开一下大火 然后呢 这个水滚了之后啊 我们再来加盐巴哦 不要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把盐巴加进去了哦 我们现在加 因为是200公克的意大利面 所以呢 是2000细细的水 加上两小匙的盐 哦 这个一小匙的盐呢 大概就是七公克 这个 那我们啊 不要加油哦 先不要加油哦 为什么 因为我们如果加了油之后啊 你会影响意大利面啊 它吸附那个 酱汁的那个程度哦 所以呢 我们油的部分呢 先别加 然后这个大概是 500公克嘛 我们取个200公克出来 好 哦 不够 好 200公克的意大利面 把它放进来 好 等它就是下去 我稍微看一下 朋友的留言哦 刚刚一直说话都没有 就是跟朋友们互动到 哎 哈啰 晚上好 哎 哈啰 哎 哦 慧桥 慧桥也在线上哦 哦对哦 后面的那个调味罐很漂亮哦 我找好久哎 你知道吗 找到 找大概一年了 哎 阿斯汀太太晚上好 哎 芝菲晚上好 哈哈 好像每个人都发现 后面那个 调味料的罐哦 对 找超久的 因为那个 就是 我最近除了那个调味罐之外呢 我还 多订了我的那个桌子哦 因为我桌子是那个大理石的 你拍照的时候呢 其实啊 不太好 不太好拍照哦 因为那个会反光 所以我还 跟老板多订了一个那个桌 桌面 然后回来换那个 大理石的桌面 然后这个面放进来 滚了之后呢 就把它放 哎 看得到吗 应该看得到 就把它就是稍微 让它软化之后呢 移动它 那我们现在要定时哦 定时定多久呢 我们每一包 那个意大利面啊 它那个出来干燥的 那个状况不太一样哦 那我们就看它那个上面 那个 跟我们建议的时间哦 它这个是11分哦 那我们就定11分好了 哦 超过 再来 因为通常啊 就是意大利面 它最好就是 中间有点点夹身哦 就是有点点白白的 可是呢 陈先生不太爱 他还是喜欢吃软软的面哦 所以我们还是就是 虽然煮的是 外锅棉 可是呢 口感可以依照 家里面的那个 喜好下去做斟酌哦 哦 现在就是让它 慢慢煮哦 那火的量呢 让它慢慢上来 那这个呢 就可以让它这边滚哦 应该看得到 好 这样 好 帮我顾一下好了 哈哈哈哈 勺子很特别 勺子 是这个锅子吗 呵呵 这锅子啊 是专门煮面的啊 可是就是我 其实很少拿它 出来就是煮 那今天刚好要做意大利面呢 它就可以出厂了哦 移过来一点点 好 那我们在煮意大利面的时候呢 你可以用一般的炒锅哦 那你 我们最好就是 使用那个就是 就是 下面是平的 平底锅 这样子那个 你在受热的时候呢 它会比较均匀哦 那我们先把炉子开起来 好 那刚刚的那个油 哦 有 稍微把火调小一些 哦 调到中火 就是 中大火 诶 我又忘记了 这个呢 就是可以把它这样拉起来 好 再把它转开来 然后再倒的时候呢 我们两 200公克的那个 意大利面呢 我们大概加100cc 嗯 会觉得100cc很多吗 我跟你说 不好的油呢 吃了会变胖 但是好的油呢 吃了会让你变健康 所以呢 你没有发现 人家那个意大利面 他在煮的时候 那油都给你放很多 我跟你说 因为用的是好的油啊 小杰从那个过年之后 都一直用这个油 我发现啊 真的 你要是就是 陆陆续续 有在改变你的饮食啊 跟健康的情形啊 就是 身体真的会 比较没有那么多的疲劳感哦 哦 我们这样子比较 就是 100cc的 橄榄油 这个是新鲜冷压出炸 橄榄油 有点柔舌哦 呵呵呵呵 哦 感觉量很多 对不对 我跟你讲 就跟我们吃干面一样哦 你的那种意外那么多 有没有 你煮起来面就很香的 我跟你说 而自己吃的呢 不用省哦 好 好 这个稍微放过来 然后呢 我们那个 蒜香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放多一些哦 因为那个 蒜头呢 本身对我们人也不错 哦 然后我们的那个 洋葱 洋葱不用多 大概四分之一颗 然后一些些的那个 红辣椒 这个是要 增色用的哦 因为你一盘 炒好了之后呢 都白白的哦 有点点红红的呢 可以 增加色彩上面的层次 那这时候啊 让它均匀 就是接触油墨之后啊 就让它慢慢的把那个 蒜头啊 跟洋葱的水分 煸出来 哦 面固一下哦 哦 我们这个意大利面呢 它没有加油哦 所以呢 等一下我们在那个 吸附这个酱汁的时候啊 它就比较容易 吸附酱汁 那如果你加了油进来之后呢 应该这样讲好了 有的 有的意大利面啊 如果你的意大利面品质 比较不好的时候呢 它会容易黏在一起 那那个时候呢 它会建议你加一些些油进来哦 但是我们这个意大利面呢 它是好的意大利面哦 所以你不用就是加油进去 在煮的时候 然后让它怕它那个沾到 就是黏在一环它不会 稍微看一下朋友们的留言哦 哦 哦 看得到哦 诶 小朋友最爱吃那个蛤蟆 对不对 奥斯丁太太哦 诶 哈喽 那个美红 诶 维云晚上好 那个像叉子 就像勺子的东西 好 好 我等一下再找一下 对 下重粉哦 哦 就是 火的量如果太大呢 我们可以稍微把它转小一点哦 那我们使用这个油啊 大概两个月之后呢 你发现哦 我们那个抽油烟机啊 其实还蛮干净的 它的那个 就是 油烟呢 它不会造成我们厨房的 那个黏膩的那种感觉哦 没有 不会像以前我小杰使用的那个油啊 可能就是我 我可能什么 炸东西啊 什么用的油 比较就是便宜哦 就是会比较容易有黏膩感 那这个油呢 哦 它本身是好的油 所以呢 我使用两个月之后啊 发现我那个厨房呢 那个黏膩感没有那么 不会 没有什么黏膩感哦 没有像以前那么厚重哦 觉得进到厨房呢 就是一件很讨厌的事情 没有 现在觉得进到厨房呢 就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哦 因为可以吃 又可以健康哦 但是又可以吃得变漂亮哦 好油 没错哦 好油 那我们这个橄榄油呢 它很特别的地方啊 它 大家都知道 那个生产 橄榄油的地方 一共有三大出口区 三大出口区 意大利西班牙跟葡萄牙哦 我们这个呢 从头到尾都是意大利哦 它使用的是一种 就是意大利的橄榄树呢 有五百多种 它使用其中一种就是 这个克罗提纳树种的橄榄油 而橄榄 所制成的橄榄油 它那个树呢 它生长的时间呢 非常的缓慢哦 要二十年才能够采收 我那天听到那个柚子啊 七年才能采收 我都觉得好久了 它这个克罗提纳的树种呢 它要二十年才能采收哦 它那个生长呢 非常的非常的缓慢 所以呢 它的抗氧化物啊 含量非常的高哦 它不混油 它就使用单一树种 所以呢 我们这个油啊 就是非常的就是 稀少 稀少吗 对 就是油的 油的那个 油的出油量不多哦 所以它特别的珍贵哦 有黄金液体的名称 哦 我们现在那个 洋葱都软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蛤蜊 蛤蜊啊 哦 有没有看到 要给你吐舌头哦 每一颗都非常新鲜哦 我不知道你们买回来的时候 会不会去给它吐沙 我通常都没有吐沙哦 就是我都会问老板 老板你有没有吐过啊 他就说有吐过 吐过之后呢 我回家就没有吐了哦 我回家的时候呢 就是会用那个菜瓜布 把它的表面呢 洗干净哦 那我们把它 加进来 那今天我买不到大颗的哦 我买到这个呢 就是 没有 没有很大颗哦 就是 还好 就是一般 一般般哦 所以呢 我们就把它 放进来 哦 让它稍微就是 加热 那我们这时候呢 可以把盖子盖起来 其实呢 我们可以加一点点的 那个水进来哦 我加一大勺 煮面水进来好了 可以帮助我们的那个 蛤蜊呢 开得更快 运用那个蒸汽 水汽的热循环呢 哦 有没有哦 它现在哺乳哺乳了哦 哦 超厉害的 哦 运用那个热循环 让我们蛤蜊开得更快哦 对 健康又好清理哦 哦 哦 真的哦 就是 就跟我们喝 纯水一样哦 我们这个 倒出来的感觉呢 你会觉得 它像会热热 哦 像会热热的这样哦 可是呢 就跟我们的水一样 如果你喝的是纯水 已经过滤的 非常干净的纯水哦 你要喝水 其实除了水之外呢 你还要喝下微量元素 对不对 那 纯水呢 你把 杂质过滤的过程呢 你也把 人体需要的微量元素 给过滤掉了 所以呢 你喝下去的水啊 反而会对你的肾有负担 哦 懂意思吗 那这个油也是一样的道理哦 油呢 它本身啊 它里面会有很多的 微量元素 人体需要的哦 可是如果你把它过滤掉 诶 它的那个 微量元素 就被你过滤到一部分了哦 那它这个油呢 它从采收 它洗干净之后呢 它就风干 然后就直接就是 低温 油 冷压出来哦 所以它的冷的量不多 因为你温度高 油炸 就是油炸 就是压 高温油炸 它可以出油量比较多 那你低温油 低温压制呢 它的出油量 会比较少 但是相对的 它的 抗氧化物 可以保留的更多 可以让人体哦 就是 充分的吸收哦 因为 对 对 我们这个 那个 克罗提纳素种啊 它一年只有一收哦 它没有好多收哦 所以呢 过了这个春 就没了这个店的概念 对 它每年呢 11月到隔年的2月 是它的产期啊 所以我们这 这个 这一瓶呢 小菊拿到这一瓶 是11月采收的哦 然后采收完 24小时包装完之后呢 它就坐竹子来台湾啦 坐竹子啦 因为船费比较便宜啊 知道是不是 然后我们坐飞机 飞机成本更贵了 对不对 好 我们现在就是 火呢 可以稍微开大一些 让那个蛤蟆可以 打开来 那那个 面的部分呢 稍微呢 把它拌一下哦 让它可以均匀的那个 吸收那个水分 那调味料的部分啊 小杰哦 有一个就是 今天会加到 鱼露 哦 家里面如果有提鱼的话 你可以用提鱼 意大利面 哦 我的 11分到了 那 如果有鱼露的话呢 你也可以用鱼露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应益我们家 程先生的那个 需要哦 它没有醋油 像我会撒起哦 嗯 好像是我哦 所以我想要加一点点的酱油哦 让它那个 就是 适应哦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个 橄榄油呢 它非常非常的纯哦 它的香气啊 就是 它是橄榄油的香气 就是有一个香气 然后它还有一个 一点点的那个 胡椒味的辣味哦 有时候呢 家里面的人呢 因为不是从小就吃橄榄油 会有时候会有一些些的不习惯 但是 吃久了呢 就会习惯 对不对 但是在那个过度期呢 你可以加一些些的酱油 让它觉得 那像那 那像那 我妈妈会煮的东西 它就 它就会觉得很好吃哦 哦 像我的蛤蜊都开了 对不对 我觉得我现在夾应该来不及 我稍微夾一下它好了 夾它们应该来不及了 哦 可以把开的呢 先把它夾出来 我应该把我的面也顺便倒进来 讲着讲着 我的面忘记了 它装进来 然后呢 让它呢 均匀吸附我们那个橄榄油 还有我们蛤蜊啊 释出的那个鲜味哦 哦 哦 威威啊 她去那个台北比赛五天哦 今天回来了 本来以为呢 她应该会晚一点到 没想到她刚刚打电话 跟陈先生说 叫她去载她了哦 所以呢 我这个蛤蜊面啊 可能香薇回来 会觉得 哦妈妈好好哦 你要跟我庆祝我们哦 你知道吗 她可能会以为我要跟她庆祝呢 其实妈妈根本没有算到她的分量哦 待会看看 老伯爷会先拍哦 因为这锅真的超香的 哦 这时候呢 你可以稍微把火开小一点哦 让它呢 可以慢慢的把那个汤汁吸起来 然后我们呢 稍微加一些些的鱼露进来 因为这个蛤蜊呢 它虽然很鲜啊 但是你加一些些的鱼露呢 可以增加它鲜度的浓郁哦 然后再一些些的 酱油一点点就好了哦 不要多 那盐巴的部分呢 我们没有加哦 因为我们那个煮那个汤的时候呢 应该是说煮面水 它本身里面就有盐了哦 就有咸了 所以我们就没有再加那个盐了 那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稍微把我们的那个 就是九层塔 哦放进来 然后我们这边呢 有一瓶 这个就是巴薩米克醋哦 小杰之前用的呢 是那个化学的 哇 不要吃过好东西啊哦 今天我这次收到这个啊 这个是哦 我还知道什么叫做化学 什么叫做天然的哦 天然的真的 我跟你讲 吃过你就回不去了 它这个呢 红葡萄啊 它就是把它的汁炸出来之后呢 它煮到剩一半的量 然后再经过12年的封存 哦 让它天然变成一种很美味的巴薩米克醋 超美味的 我们等一下呢 这个面啊 就可以搭配我们巴薩米克醋 一起来享用 哦 把那个九层塔 把它翻软 哦 那个蒜头的部分呢 小杰放很多哦 所以现在味道超浓郁 超香的 它什么要放呢 哦 想一下哈 如果呢 你要是觉得它的那个油呢 还是不够多的话 你还可以加一些些的油进来 橄榄油进来哦 那我看一下是OK了 那你可以加一些些的胡椒粉 哦 要吃的时候呢 你可以加一些些的胡椒粉 哦 好像太多了哦 增添风味 然后呢 盐的部分啊 要吃的时候呢 你再加就可以了 哦 这时候就可以来关火了 哦 有没有觉得油油亮亮 看起来就很美味 哦 有没有哦 油油亮亮 看起来超美味 就是如果你不喜欢那个 就是 意大利面呢 中间夹生的话 你可以把它煮久一点哦 因为 毕竟我们国人吃 就是 的习惯啊 就是喜欢吃软一点的面哦 那 一般 那个 餐厅在煮的时候呢 它那个中间的部分 它会有一点白白的 你在吃的时候呢 就是外面呢 它吸附醬汁 但是里面呢 还有一点点的口感 你在嚼感 在吃的时候呢 哦 不同 不同的那个口感层次哦 那你可以依照家里面的人的习惯 下去煮 这一锅 属于你家里面人 的意大利面 那我们再把它呢 盛出来 巴沙米克醋很特别哦 对 它那个呢 我光听到12年盛酿 我就觉得 哇 真正人有在用心嘛 不怪一罐 这么小罐 两条就很好吃了 哦 我们把那个意大利面呢 把它盛上来 哦 然后蛤蜊呢 怎么弄比较好 我蛤蜊好像有的没开耶 等一下再继续煮 把开的放上来 好 加一些些的汤汁 哦 哦 然后你可以放一些那个 小番茄 哦 我们的 蒜香蛤蜊意大利面 就完成咯 哦 希望朋友们会喜欢哦 其实做法很简单 就是 看你舍不舍得 就是下那个油 我就是觉得 全部的过程呢 都跟我们中式料理很像 就那个油的部分啊 比较不像而已 因为一般我们下 那个中式料理的油的时候呢 就是一大匙啊 两大匙啊 但是那橄榄油的部分呢 你要下多 就会像意大利料理了 对 有没有看啊 给朋友们看一下哦 有没有 就是面条呢 都有吸附到我们那个 蛤蜊的那个 鲜味哦 吃起来超美味的 我来吃给朋友们看哦 诶 我应该先拍张照哦 好 来吃个朋友们看一下 我先看一下朋友们 很澎湃的意大利面哦 嗯对 啊 我差点忘记了 如果呢 就是家里面有买白酒的朋友啊 可以加 就是大概一小匙或是大匙的量进来 不要多 因为白葡萄酒呢 它本身呢 它也有一些些的酸味哦 怕我们那个 白葡萄酒的那个味道呢 会压过我们其他那个食材的味道 所以要 如果有白酒的部分呢 你可以加一些些进来 那因为小姐买了 可是我那个 开的呢 找不到啊 不然呢 你又是 就是家里面有白酒啊 你可以加一些些进来 会更增添风味哦 那我先来吃吃看哦 我们这个 就是 味道如何 哦 嗯 超好吃的 这个面呢 真的 我也不太夹身的哦 我有煮超过11分 然后让它去慢慢去煨煮 那个面条呢 整个吸附那个哦 还有那个油的香气哦 非常的棒 如果朋友们 在家里面呢 一定要试试这道 简单 然后又好吃的料理 然后呢 还有一个 有点 因为我们 我们使用的是这个 圣塔利塔进口的那个 橄榄油 它本身呢 就有那个 一点点的辣味 那如果你要是 但是单纯喝它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哦 它有一点点 一点点的苦味 那其实那个就是 绿橄榄的那个 风味啊 它使用的是绿橄榄 所以你在吃的时候呢 会有那个风味 就是 但是 我会不会讲啊 好吃 用这个 好吃 有朋友 对一定要 嗯 好 一定要在家里面试试看哦 对幸福 我已经给陈先生偷吃一口了 哈哈 嗯 美味啊 哎 梅君你好 哎 佳龙晚上好 白酒哦 对 白酒 我昨天在买白酒的时候好笑 我在那边 开半天了 我想这个应该是瓶盖的 我要买的是瓶盖的 结果呢 吼 又被我拿到那个 就是软木塞哦 我真的头毛在洗哦 对 香薇姐很开心 香薇姐这次 跑的也 成绩也不错哦 对 超漂亮对不对 嗯 它这个外面呢 它这个 这个瓶子呢 外面这个就是这个树啊 这树很特别哦 听说啊 它这个呢 还有 就是 像我们神木一样 有活到千年的哦 超厉害 那当然通常就是 大概是百年哦 我觉得也是很久了 有没有 因为我们台湾就是 就只有块木啊 就是神木之类的 它这个树种 真的很厉害 那我们这个橄榄油呢 使用的是单一树种哦 没有混油 所以呢 让人吃得很安心哦 那今天的直播呢 就到这边 结束了哦 那有需要 就是团购的朋友呢 可以上我们连结去看看哦 那连结里面呢 也有介绍这个 油的那个 介绍哦 会更详细 那今天的直播呢 就到这边 结束了 嗯 我们找时间再见了哦 拜拜